好久没给姐妹们出浓郁感的妆容了 那今天这个红茶妆搭配小黑裙 简直就是人间富贵花 底妆容的是小姿的3D流金粉底液 这个是我最近的心头爱 它是这种奶油质地的粉质超细 占领之后呢就是这种比较柔胶的妆效 能明显感觉到它在控油 但是又不会拔干或者是卡粉 而且呢它那个粉末的排列方式可以折射光线 就可以让脸有这种很柔和的光泽感 就好像自带了柔光绿镜一样 拉近看来也没有什么粉感 像鼻翼这些粗糙的地方毛孔也都柔胶的 眼影盘呢用的就是颗料的蕾丝盘 首先占取第二个颜色给眼皮打个底 然后换这个红棕色 再身在穿眼皮的褶内的位置 最后选这个最深的颜色 在眼睛后半端的睫毛根部 去给它夹身 眼皮上也要转一点 然后我们再加点闪片 用的是Twinkelpop这个闪片色 然后这样直接把它放上去 最后高用的是Kissmeade这个三代线长 下一步修鼻影 就用BBIA这个单色眼影 4号是08 这颜色灰灰的 还挺适合修鼻影的 颜色的纱红用的还是这个块 腮红倩碧的这块19 这个是我昨天刚刚在斯福拉买的 它是全新的一动没动的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妆 就是眼妆和唇妆都比较重嘛 所以腮红就选重 非常非常淡的 只要提一点气色就好了 红红怎么就用香奈儿的627 这个颜色真的超级显白有没有 然后我想试试一下红配绿的一个壮色 戴上这样的一个绿耳环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那么距离我白天上妆已经过去有12个小时了 那么镜头拉近看我的底妆依然很完整 甚至呢和皮肤融合的更好了 而且还是像刚上妆的时候一样 有这种柔柔的光泽感 包括鼻翼啊嘴角这些地方都依然很服贴 那我现在就去卸妆睡觉啦 见面们拜拜